你快看快看 这辆车居然没有司机自己在开啊 我去这也太哇塞了吧 兄弟们我现在在重庆的勇川哈 这里满大街都是无人驾驶的网约车 你感谢 我现在就叫一个 这怎么打个车还有实名认证啊 哦来了呼叫车辆 真的来了 大规打灯 哇真的没人啊 这也太牛了吧 哎我在这里 哎 没有你们 哈哈哈 输入手机后四位验证 哦他前面没弹 前面还不让坐啊 点击出发 哇塞 他真的走了 不是 哎师傅 你是不是傻 这是无人驾驶哪来的事 他自己在掉头啊 不是你的网不好 司机没有驾载出来啊 确实是无人驾驶 如果这晚上咔一打车 上来 没有人会不会吓一跳 这个速度还挺快 到63公里每小时了 哇哇 他还会慢慢刹车 所有的车辆 行人 搬马线 全部给你显示出来 听音乐 看电影 调温度 都可以通过屏幕控制 你看他前面那个行人会不会必然啊 哎 减速了 减速了 哇 喂 哎你跟着人走干嘛 哎呦什么 你干嘛就 哦拉回来了 不出故障的情况下 是不是感觉那个方向盘是多余的 出了问题 我们还得人接管吧 那是那是 这个车整个的估计还可以啊 就是前排不能坐人 后排呢可以坐三个人 千万不要以为无人驾驶 你就可以在车上过分亲密啊 你看这里 这里 还有前面都是摄像头 直播 以后我自己也搞一辆 先送孩子上学 然后再送我上班 自己出去赚钱 把车贷还了 这里还个小镜子啊 提醒你下车的时候 注意车辆后方的安全 很细节 你说我坐在上面不下车 有没有人赶我 我觉得还是有个bug 应该在座椅上加个电人模式 不下车就垫的 要不就加钱 有人 加个出来了啊 我打了十几公里 才十块四毛四 那个车怎么还不走啊 哎 有个小姐已经打车 走走走 我们过去问一下 不好意思啊 我打扰一下 你经常打这种无人网约车吗 经常坐啊 我们这儿的配地车 还有动作都是自动驾驶的 说实话啊 这里有一点未来智慧城的感觉 容不下我这个图屋狗 哎 兄弟们 这样是全国普及的话 你敢做吗